哈喽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任杰亿 那么这一期是我朋友帮我录制的 OpenTwins Mac版的安装以及 FFMPad的挂载视频 那么点开网页 那日语的话是download 中文的话是下载 OK 那日语这里是download 然后点击下面这个下载就可以了 选择for macOS 点击它就自动下载了 那么下载完成后 装机出现无法安装的情况 那么我们找到系统偏好设置 然后找到安全与隐私 点击左下方锁头 输入密码 再次双击安装包 选择好 选择通用 选择扔要打开 选择打开 后面点击继续 直到完成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的步骤输入一次密码 OK 我们安装完成 好 启动软件 我们来设置一下中文 关闭启动窗口 点击左上角 OpenTunes字样 选择Preferences 选择Interface 选择Language 选择中文 然后关闭软件 重新启动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文了 我们要导出MP4的话 我们要挂载FFMPad 我们选择这个 Get Packages and Executable Files 选择Static Builds for Mac OS 把我标记的这三个红色圈的 全部下载下来 放达 然后在应用程序中 找到OpenTunes的文件夹 然后找到OpenTunes Staff的文件夹 装机 找到插件 Plugins在里面 新建文件夹 FFMPad 然后把我们下载的 FFMPad的三个文件 复制到里面 或者连贴到里面 打开软件 找到Preferences 找到导入导出 找到FFMPad的入镜 然后找到我们刚才那个入镜就可以了 OK 关闭 重新启动软件 然后找到渲染 输出设置 文件这边的TIFF下拉菜单 有MP4 就代表完成 然后点击渲染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视频了 好 那么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见 感谢我们助力小张峰 熬夜帮我录的 所以大家多点赞 拜拜